今天不是阿根廷大胆不死 我想必有厚福 所以我大胆猜测阿根廷或者说巴西会捧得大力神杯 会成功阿根廷和巴西 我猜的阿根廷叫绝地反击绝地逢生 这只死地而后生 十几分钟的时候梅西那个球进得真漂亮 直接中场传过去 然后梅西大腿一跌 然后脚面再一跌 皮球足球立马就失去了那个动能 给我感觉 大腿接球太牛逼了 搁中国球足球运动员 那早就弹15米远了 人家那个直接一跌 你弄 然后一跑 一气呵成 等到第二个球就是罗霍 第二个球质量也高 第二个球 第二个球我记得是从边脚直接传到中间那个球门线 然后罗霍 夸击 太快了 太快太快了 根本反应不过来 根本反应不过来 当然非洲球员他也很厉害了 他也很厉害了 我大胆预测 没大力生杯是阿根廷和巴西 阿根廷和巴西大胆预测啊 或者巴西不是和巴西是或者巴西阿根廷或者巴西 我再预测一下中国队什么时候能出现啊 我估计2026年可能 2026年可能啊 因为2026年估计 世界 非法估计要改革了 说不定给我们亚洲的多给几个名额 我们在中国国主不就出现了 你说是不是 国主这一出现 那立马中国人的热情 中国足球队还没出现呢 哎呦我一看 我的朋友圈啊 好多都是弹球的 太热情了 像我小姨吧 平时都不看运动的 都是看电视剧的 竟然也跟我讲这足球 中国人特别感兴趣 所以我说2026年要中国队出现了 那不得了 那真不得了 要在世界上又进一个球了 那更不得了 那就成民族英雄了 那要随便进一个那不得了 回来立马广告各种各各种代言 立马的 不得了 说中国的足球怎么上不去啊 那个高小不是那个叫白颜松说了吗 说中国足球太有钱了 我一想 他说的这个还是有点道理的 太有钱了 这球员太有钱了 足球运动 中国足球运动员太有钱了 都开跑车 什么 就那种 交涉淫逸的生活 他赢球呢 他也过得负的 他负输了呢 他也负 他还认真踢球啊 哥 我也不认真了 踢球不内啊 太内了 我希望他能出现啊 我希望中国能出现啊 中国足球能出现 前两天我拍了一个 在雨中一个小孩穿足球运动 运动服的马 大家都打伞 结果他 在雨中默默的走 估计可能是个苗子 可能是个苗子啊